国际消息 首先来看香港最新局势 47名参与或组织初选的民主派人士 被控违反了港版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 经过4天的审讯 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惠德在半小时前 批准其中15名被告保释 其他32人则还押候审 今天审讯过程一再因为技术问题 法庭不断押后公布47名被告的保释裁决 最终晚上8点左右 法官批准15人保释 当中包括了郑达红 杨雪莹 彭卓奇等人 法庭也设下了各种条件 包括被告不能发出或转载 任何可能违反国安法的行为 不能参与选举 也不可以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 联络任何国家的官员 交出所有的旅行证件 以及每个星期获释的被告 必须向警方报道三次 其他32名被告则缓押 案件则押后到5月31号继续的审理 而大批的市民在裁决公布之前 聚集在庭外喊口号 在场的警员一度举紫棋警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